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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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代表名录 活动开场就是朝鲜族民族文艺展示的重头戏 来自安徒县文化馆的演员 以及各街道群众组成了朝鲜族浓乐舞展示阵容 随着演奏节律的变化 相貌飞旋在空中画出一个个金色的童星园 舞步偏先场面热烈奔放 民族特色鲜明 我身后正在进行的是摔跤比赛 也是国家飞移项目中国朝鲜族摔跤 现场人生鼎会热闹非凡 整个广场刮起了最炫民族风 与摔跤场地粉丝聚集的热闹景象相呼应的 要属主席台前进行的拔草龙比赛了 场上比力量 场下比拉拉队 拔草龙是我们从古代开始传承下来的 朝鲜族摔跤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活动现场朝鲜族打糕 炒粘糕 米长 米酒等美食 也让人胃口大开 纷纷在现场体验制作并品尝 朝鲜族顶瓮 投湖等比赛 也吸引游客们玩得不亦乐乎 飞移作品展区 让大家切身体验到朝鲜族飞移文化的魅力 从后的这个民族风情 大家都特别愿意来 沿边来旅游 希望这种活动变多越好 据了解 朝鲜族秋夕节以祭族扫墓为先 各家都用刚收获的新骨 制作打糕和松饼 举行秋千 跳板 摔跤等传统民族活动 社区民众踊跃参加 节期持续数日 秋夕保留着朝鲜族鲜明的民族习俗特色 同时 与其他民族相互了解 共庆中秋也逐渐成为新的风尚 目前 沿边州拥有19项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我们沿边的飞移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 它的发展和传承将会越来越好 人间智慧是团圆 在这个万家团圆的中秋节 有些人注定无法团圆 中秋假期 森林消防员们 为了千家万户的安全 坚守岗位 用青春诠释火焰蓝 在仔细过程中 注意好个人良好形象 确保个人安全 做清楚 熊壮所在的省森林消防总队特勤大队 驻守在长春静越高新区 主要负担静越毯 双阳吊水湖 新立城等周边邻居的防火灭火任务 每天都要背负20多公斤的装备寻山 定期的考核拉链 无论寒暑是否节假日都不曾间断过 每逢佳节不能休息的时候 他也会想起河南老家的亲人 对家里确实有点愧疚的 但是说我们干这个职业 穿这身衣服就得有这份责任 一份责任 一份担当 当森林消防员的14个年头里 熊壮和战友们赴汤导火多次立功 还多次参加全国跨区增援灭火作战 无数次的行动也造就了他们这支森林消防的铁军 路两边 然后当地老百姓的欢送 我们当时这个荣誉感 包括自豪感 当时就生起来 就是再苦再累 当时就感觉也值了 上次回到河南老家 看望家中老人和妻子孩子还是过年的时候 一天的工作下来 熊壮也通过我们的镜头 向妻子说出了中秋的叮嘱 咱爸妈身体都挺好的吧 挺好的 这国节也回不去了 然后你就把家里边都照顾好 行 放心吧 在中秋 古人留下了许多美好的神话传说 嫦娥 奔月 玉兔 导药等等 都描画着古人对于宇宙的渴望 中国人的飞天梦想也从未停歇 昨天天州三号货运飞船 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 目前天州三号货运飞船 已和空间站核心舱 以及天州二号组合体 实现自主快速交汇对接 在河家团圆的中秋佳节 为坚守岗位的天和天州两位好兄弟 送上来自地面的中秋问候和惊喜大礼包 据了解 这份大礼包内有200多个货包 近6吨重的货物 号称史上最贵中秋礼 那么这份太空快递 究竟都装了些什么 今天咱们就一起来拆包 天州三号携带的货物 主要包括航天员的生活物资 航天饮水 气体补给 卫生用品 应急储备物资 储藏销 三号品 维修备件和实验载荷等 与天州二号基本一致 除了空气和水 天州三号带的货物里最贵重的 要属仓外航天服 它的主要功能是为航天员提供 太空中生存所需的供氧 调温 辐射保护等等 这套装备重达90多千克 价格相当可观 天州三号去空间站 一是给建造阶段的空间站送快递 二是进行空间站关键技术验证 货运飞船为满载状态 装载了可以支持三名航天员 六个月的载轨驻流物资 空间站备份设备 空间科学载荷等物品 此外 天州三号还携带了 补给推进剂等上行物资 在停靠期间还具备并网供电能力 可以为空间站提供供电支持 接下来 天州三号飞船将和空间站载轨对接 下个月 三名航天员将搭乘 神州十三号载人飞船进入空间站 那时候 天河核心舱 天州二号 天州三号 神州十三号 将共同组成今年空间站最庞大的形态 让我们拭目以待 中秋正日子也是小长假的最后一天 各地都迎来了亲友相聚 和自驾出行的返程高峰 但是强对流天气也来刷刷存在感 多地出现降雨天气 尤其是东北地区与势较强 影响道路交通安全 公安部交管局提醒 亲朋好友聚会 切记不要酒后驾驶 在返程途中要全程系好安全带 如果在路上遇到降雨天气 牢记 降速 控制 量尾三原则 同时呢 在城市出入口和高速公路部分路段 已经出现排队缓行现象 请驾驶人保持这个安全车距 切勿占用应急车道 一晚出行更应该注意安全 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岁岁中秋 今又中秋 这个中秋啊注定和往年不同 今年中秋15的月亮15元 让人们对于今晚的号月多了几分期待 4302个家庭终于团圆 公安部团圆行动发布的这则消息 让人激动不已 这个中秋 那些宝尝离散之苦的家庭 一定更能体会团圆的滋味 回家团圆的 还有平安凯旋的三名航天员 英雄平安归来就是带给家人 全国人民最好的中秋礼物 中秋月圆小康梦圆 今年中秋节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的 第一个中秋节 对于摆脱贫困走上小康之路的民众来说 这个中秋更加意义非凡 当全家人欢聚一堂 共品团圆味道 共享幸福时光 这一刻脱贫群众一定能感受到 千年梦想 百年奋斗 今朝梦圆的深刻内涵 在这个万家团圆的中秋节 很多人依然坚守岗位 守护万家灯火 用另外一种形式演绎着团圆的价值 这个中秋 让我们享受到团圆的美好 感受到奋斗的意义 更能体会到国与家的深刻联系 这是月圆情更圆的含义 也是千里共缠绢的真谛 每个人对于团圆都有着不同的理解 接下来的一个短片 带您看中秋团圆的一百种方式 无论哪一种 这其中都有国有家有你 节目最后再次祝您 中秋快乐 何家幸福团圆 好 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 感谢各位的收看和陪伴 朋友们 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by bwd6